同时还有呢 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也发文 在大陆第一架的国产大型喷射客机 其实九亚角在香港维港上空 进行了一个示范飞行 它是单通道载体布局 可以容纳168个座位 最长的航程5555公里 是中短程的航线 现在已经收到了1061张的订单 我先讲三冬舰 这个三冬舰 其实大家要知道 其实陆海空三军战力里面 最难训练的是海军的战力 我们经常讲说一年陆军 十年空军 百年海军 就是你海军要形成战力要100年 它意思是说 你这个海军要有一个整合的力量来讲的话 其实要很久的时间 你一条船上面你看有多少部门 我们知道有轮机的部门 有航电的部门 有武器的部门 有电站的部门 有很多的部门 它必须要组合起来 那一艘航空母舰 我们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 对不对 你光这艘航空母舰你要开出去 你那个飞机怎么摆 飞机你要怎么样来讲 能够用最快的速度 最有效率的能够放飞 或者是回收 回收要怎么样从甲板里面 从机库里面伸到甲板 其实这都是要经过磨练的 那航空母舰这种战力来讲的话 其实对大陆 以前完全是从零开始 它完全没有经验 我怎么样造这艘军舰 怎么样维修 怎么样保养 甚至于说航母战斗群的一个战力 我们要怎么样来配合 是完全是零的 那我相信以前有航空母舰的这些国家 包括美国 包括日本 甚至于英国来讲 也不会教他们 也不会提供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训练 怎么样来 完全就是在摸索之中 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 很脚踏实力要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套栽车中既然能够成兴 你看看这虽然说代表四年 四年后面代表什么多大的意义 第一个它培养出来多少 这种舰载机的飞行员 它以前的飞行员 比如说必须要从空军的飞行员 训练出来来降落舰载机 它现在这四年 它就可以自己来招募自己舰载机的飞行员 那舰载机的起降 跟路上起降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第一个它培养出来的飞行员 第二个它培养出来 它怎么样维护这艘航空母舰的 各种摸索各种技术 甚至于它变成一个航母战斗群 也就是说它旁边这些带刀 会055或怎么样来协同作战 跟对空怎么样来支援协调联络 跟卫星怎么样来冲训 对甚至于说无人机的搭配 我觉得这四年对这艘 三空军舰来讲的话 对整个大陆的海军 他们可以摸索出来 可以练习出很多的这种 航母战斗群的战斗 不管是战术 保养 训练 各方面来讲 有长足的一个进步 那C919飞机 当然是这次来讲到 为什么它选择香港 因为我们都知道 香港是大陆对外的 一个枢纽的机场 它等于展示给外国的 这种航空公司来看 然后也激起香港 因为香港是对外的一个窗口 大陆对外一个窗口 所以它选择做一个香港 做这个表现 但是我也特别要讲说 C919确实是他们大陆来讲 一个很骄傲的一个飞机 它自己制造出来 大概自治率有将近到60%了 但是有些关键的东西 还是卡在美国跟法国手上 最严重的就是发动机的问题 但现在这发动机 那时候有传言出来说 美国跟法国要卡它的发动机 就不卖给它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你没有发动机来讲 你飞机根本就没有办法起飞 因为那是整个飞机一个心脏部位 那目前大陆自己也 它自己要设计的发动机 已经也研究出来 叫CJ1000的这种发动机 前两天有一张照片 它挂在什么飞机上面 挂在运20上面 它运20上面挂了这四颗引擎 跟一般的运20的噴射引擎 是不一样的 那他们推测这可能就是 准备要用在C99飞机上面的飞机引擎 你如果当我我就自己 代表它已经做出来 但现在来讲 它有一些要克服的困难 譬如说它年产率 我们现在看到 它已经收到1061张订单 这1061张可是它一年会生产的数量 大概只有60架 也就是说要完成这1000多架的订单来讲的话 它相信要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够交货 那所以说怎么样提高这种生产速度 怎么样提高这种生产率 我相信说这个他们航空公司 这个建设公司来讲的话 应该在这方面还要有更多 还有很多长途进步的空间 甚至于未来来讲的话 C929也目前也传出来说 已经开始要准备开始试飞了 这是在航空界上面 那C919现在是能够成功的话 就代表什么代表美国的波音跟欧洲的空吧 就开始跟他们形成一种互相三强鼎立的局面 不再是被这两家公司所弄断 这个是12月12号到15号 Amazon在深圳举行的招商大会 2023亚马逊全球开店跨境高峰会 现在宣布亚马逊首个亚太区创新中心 落脚深圳前海 过去一年我们来看到在亚马逊的部分 那销售额超过100万美元的中国卖家数量 年增率超过25% 销售超过1000万美元的中国卖家数量 年增率近30% 中国卖家通过亚马逊消费者 以及企业客户售出的商品数量 年增率超过20% 所以现在首个亚太创新中心就会设在深圳前海 亮哥 这个亚马逊其实在中国并不算大啦 因为它上面有淘宝啊 京东啊 更多 所以事实上以前我认知的亚马逊在中国主要还是卖输了 但现在它也是什么都 对 可是很难竞争啦 我没有特别研究它啦 我想它应该有一些特别的利基的产品 搞不好是美国的啊 那搞不好只有它去拿到比较便宜的价格啊 这个有可能 因为它在美国做那么大 对 可是如果是中国产品的特供 没有人搞得过中国大陆的电商啦 中国还有拼多多耶 你不要忘了 拼多多便宜的钥匙啊 那个比淘宝还要便宜啊 这个我们事实上有一些中国大陆的朋友 他为了避免买到假货都已经到天猫去了啦 所以它每一个层级都有特定的电商 对 所以你要 你要跟他们来竞争中国货的买卖 那难度很高的啦 所以我估计它可能是有一些特殊的搏来品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药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